9日晚,著名华裔服装设计师黄秀莲在好莱坞举办奥斯卡之夜庆贺会 秀出其最新设计的服装,博得观众的掌声与贺彩声 他说,他生在中国农村,是实现美国梦的典范 黄秀莲1949年出生在中国的农村,幼时随全家移居香港 1955年又随家人移居美国 他是一位多产的时装设计师,工作非常努力,一丝不苟 他每年设计大约1500套女装 并曾应邀为多部好莱坞大片中的人物设计服装 9日晚,是奥斯卡颁奖典礼 黄秀莲举办了一场东西合璧时装秀以示庆贺 二十余名各族裔模特展示了他最新的时装及服饰设计 黄秀莲表示,这是一场展现艺术灵魂 慈善精神与人的灵性的晚会 当晚时装秀中的许多服饰是结合了东西方的元素创作出来的 走秀的模特班底也是各族裔美女的组合 其中不少是华人模特 晚会还特邀中国大鼓队、中国功夫队现场表演 让当晚的晚会堪称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庆贺会 乔报记者秋晨2月9日好莱坞报道